櫻歌區內知名的食品企業 在今年三月開了兩間麵包店 為了發揮食物最大的效益 在新北市議員蘇友仁的牽線下 將兩天內還很新鮮的麵包 分送給當地七所國小 三所國中的弱勢學童當早餐 讓孩子可以吃到美味又健康的麵包 那現在新北市 我們也在推動習食分享 就是愛習食物的分享 換句話說我們不希望 好好的食物就把它浪費掉了 像有些我們可能賣不掉的食物 其實都還是很好的 那如果能夠及時的 送到這些需要的孩童身上 我們覺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蘇議員 大力的支持我們這樣的一個 社會愛心的工程 讓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加入 這個是林董市長 他是我的FB的好友 他看到我每次都有在做公益的活動 他就建議說他想要做一些回饋社會 他就這個構想 他就說這個麵包要送給各學校 讓弱勢的小孩能夠分享到 這個校長就很熱烈的來響應 也感謝這個林董把這個未過期 兩天才未過期的麵包送到各個學校 業者家族三代都在英哥區內的南英里 擔任里長 關心地方 加上從事食品業 理念就是不賣含有防腐劑 隔夜的食品 因此每天都會剩餘一些麵包 但是可食用也安全的 因此希望分送給需要的民眾 而在各國小的把關下 學校會尾由專責負責的單位 讓孩子開心吃到豐盛的早餐 而不會損及學童的自尊心 那不會讓孩子覺得好像 他是特別的 好像如果是或怎麼沒有 我們不會這樣特別跟小朋友說 只會跟小朋友講說 這是一個很有愛心的林董市長 那做很新鮮的麵包 讓大家享用 在他們司機送到學校來的時候 我們的志工大隊長 還有我們的輔導處的主任主長們 就會在最短的時間 把這些最新鮮可口的麵包 送到我們這些需要的小朋友 讓他們吃得很開心 也吃得很健康 它總是有多一兩個 可是多一兩種的麵包 就是它賣不好或怎麼樣 但是我都想說這樣浪費掉 我們不要浪費食物 在一兩天之內的長前期 還有的時候趕快送去學校 有時候就是五六籃蠻大籃子這樣送過去 也是希望說 有時候送不夠 他們跟我說 可能送的量不太夠 我還在補蠻多的過去 因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 公平的吃到一樣多 為了感謝善心業者的捐獻 新北市社會局長張錦麗 與蘇友仁議員 也一同前往致贈感謝狀 感謝業者不僅出錢 還出力分送麵包 讓其實分享成為主流 中佳新聞 吳沛山 英哥報導 謝謝大家